一个比较经典的心理实验是这个样子 它要求大家回答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 你开车的技术是不是比一般人好一点 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比一般人好一点 还有你的吸引力是不是比别人好一些 这是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经典的 这样的提问方式 而心理学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70%的测试者 在所有这三个问题的后面都回答是 而如果要是一个一个题来说 每一个单独的回答式的比率高达90%以上 两个是80%以上 三个是70%以上 那我们很明显就知道 现实情况与这个肯定不可能 那任何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分成上中下 那么中间是平均的话 那应该是50%的人在平均线以上 50%应该在这个平均线以下 但是单个问题 90%的回答都在平均线以上 那很明显不可能 有90%的人都比50%的人要好吧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明显 人们是高估了自己在普通人 在我们人群中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自我准确的评价是很难的 我说如果我跟他有一个人的评价 我叫我认识 我说你是一个人的评价